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场拍卖会了 然后为广大的买家准备了稍微多一点476件拍品 跟以往一样也是品类非常的丰富 书画 翡翠 瓷器 包括钱币还有铜器都是有的 所以各种类型还是应有尽有 那么今天是给大家带来了五件这样的一个拍卖会上的产品 对 那么首先要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什么样的一副产品 好 在我向主持人介绍之前我想先问主持人一个问题 说到画码的话你会想到就是哪一个画家呢 你是指中国的吗 对对对 中国的 那当然非这个徐悲鸿莫属了 对对对 徐悲鸿的这个骏马图我们大家都知道 对 非常的有名 对对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呢 就是我们拍卖会上的第61号拍品 徐悲鸿的双马图 这是一件水墨涉色纸本利轴 关于这件拍品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描绘着在柳树下的两匹马 其中一匹呢正在低头吃草 另一匹马呢站立 并且头看向远方 关于这幅画呢 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 它有一个廖建文老师手写的 鉴定证书 那这个鉴定证书呢 它上面写的是 资鉴定徐悲鸿双马图 水墨纸本100x45 是它的这个尺寸 对 就是主持人现在手上拿着的 这个鉴定证书 然后左上是写的是 陈农先生会叫 人武初夏悲鸿 浅印徐及悲鸿 然后此画是真迹 特此证明 然后在最下方有 廖建文老师的签名 以及他的红章 还有他的落款的时间 是2008年的7月份 那么这样一份鉴定证书 你刚刚说的是这个廖建文老师 那么我想大家肯定有非常 就是这样的一些问题 就是这个廖建文是谁 廖建文呢 是廖建文老师呢 是徐悲鸿的夫人 在徐悲鸿过世了之后呢 是担任徐悲鸿纪念馆的馆长 廖建文老师呢 是于2015年过世了 所以说其实这种 带有廖建文老师 亲手写的鉴定证书的话的话 是非常的难得的 在我们888拍卖行 以往的拍卖的时候呢 有过一两幅这样的画 那当时呢 都得到了很多买家的问询 以及高度的关注 所以这幅画呢 我们给出的估价是 15000到300000 那么其实呢 这个徐悲鸿老师的这个作品啊 现在就在我们两个人的眼前 其实我看到 其实这个徐悲鸿老师呢 可以他用非常简单的这种线条 然后呢 就能勾勒出这个马的这个肌肉啊 还有他的这个身线 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的 同时呢 这个水墨的感觉呢 也是近在眼前看到的这个画面是 非常的失忆 对 虽然没有这个油画 这个色彩那么鲜艳 看上去 就是说非常一下就能够吸引到眼球 但是你仔细去品味的话呢 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对 好的 那么对于这个估价呢 大概是 估价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是一万五到三万 一万五到三万 对 对 好的 那么对于这个中国书画感兴趣的 尤其是这个画码的 然后还有这个徐悲鸿老师的这个作品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61号藏品 好 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来介绍什么呢 接下来呢 我给大家介绍两件翡翠的拍品 以往呢 我给大家带过来的翡翠呢 一般都是像珠宝呀 什么首饰类的 那今天带来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 首先呢 是第233号拍品 它是一个乾隆时期的翡翠正纸 那正纸呢 是文房用具中的一种 它是用 就是在写字或者作画的时候 用来压纸的一种用具 它需要有一定的分量 才可以压住纸 那比较常见的是长方条形的 所以说也叫做正纸或者压纸 这样子 那么说到正纸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一般来说 这个正纸 它是一般用什么样的材料 可以做这个正纸 其实一般来说 就像我说的 需要有一定的分量 才能压住纸 所以一般而言呢 是金属类型的 比如说像铜器 溜金的铜 然后比如说 一些比较分量 比较重的木头 或者是白玉的材质 可以说翡翠这种材质呢 是比较难得的 是用来做正纸的 因为翡翠就像我说的 一般都是做手势 石头比较小 那能够用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来做正纸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这一块正纸 它是用这个翡翠做的 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其次我有注意到 这个正纸上面呢 雕刻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事物 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对 它就是在这个正纸呢 这是一个 就像我说的 也是一个长方条形的 然后在它那个表面上呢 有浅雕着一些松树啊 人物 还有祥云 有竹叶 还有一个河边的渔船 这样子 然后它是一幅 可以说是一幅山水画吧 然后代表着比较 寓意比较吉祥 好的 那么对于它的这个估价来说 是什么样子 因为这件东西 它的底部呢 有一个四字的 乾隆年制的传书款 并且我们这个888 拍卖行的专家认为 它是乾隆时期的 一个一件东西 所以我们给出的估价 是8000到16000 8000到16000 这样的一个正纸 是比较少见的 这种翡翠的材料做成的 同时呢 它也是上面雕刻着 非常这个吉祥和健康的 这样的一个寓意啊 如果说是喜欢这个 文房四宝的朋友们 可以去关注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要给大家介绍什么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盘龙扭玉玺 那 其实我以前也带过来 几件这样子的玉玺 没错 没错 对 那么这个 这个经常啊 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是 啪啪啪拍卖行 会带这个玉玺过来 那么今天这个玉玺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今天带来这个玉玺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它其实它的材质 是非常的不同的 因为我以前带过来的玉玺呢 它的材质都是像 和田清玉啊 和田白玉啊 这样子的软玉类的 今天带来的这一件拍品呢 它是它的材质是翡翠 那它的颜色呢 是比较灰绿色的地 然后它的在那个盘龙扭的中间呢 是带有一些墨绿色的花色 然后还有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正方形的张体的四面呢 带有一点淡淡的那种黄色 对 然后这件东西呢 它的高度是11厘米 它的硬面呢 正方形的硬面 长和宽是一样的 是10厘米 那在它的硬面的四面 在它的硬体的四面呢 有着浅雕着转书 然后在它的硬底呢 是硬面底部呢 是有的四个字 是命德之宝 那这命德之宝 四个字的含义呢 是以讲中粮 意思就是奖励军功 加官进爵的时候 会用到的一种公务的章 我们这个888拍卖行的专家呢 认为这件东西呢 是来自于18世纪的 所以它给出的估价呢 比较的高 是8万到16万 哇 嗯 好的 那么这个一份份量不轻的玉玺 同时呢 它的这个估价也是份量不轻 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这个剩下这个瓷器了 两件瓷器 首先要介绍哪一件 对 首先呢 我要介绍的是 第297号拍品 是一个明代或者清代的 这个青花大盘 那我就是 拿起来给大家看一看 这件青花大盘 它的正中央呢 是一个一束帘的一个装饰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束用这个缎带 记起来的 有莲花 有荷叶 还有莲蓬的一个 一个纹饰 那这是一种很固定的 青花的纹饰 比较流行在明代呢 或者清代 然后它的寓意呢 是比较清廉和高洁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盘子的 内部呢 还有一圈 蝉枝的花卉纹 然后它的 口颜的最外部呢 是有 比较窄的一圈 卷叶纹 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 这个盘子的背面 可以看到它的背面呢 装饰的其实 是跟内部比较相似的 也是蝉枝花卉纹 和这个卷叶纹 但是它的底部呢 是没有幼的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底部露出了 它的那个磁胎胎体 是有一点点 红棕色的 这样子 好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件拍品 给出它的估价是多少 这件东西呢 其实它是没有款的 但是我们拍卖行专家的意见 是明智清代的 所以我们给出的估价 是8000到16000 当然我们也很欢迎 就是对这个有兴趣的藏家 可以来到我们的御展 亲自的看一看这件东西 并且跟我们的拍卖行的专家 交流一下 关于它的年代的问题 非常精致和大气的一件瓷器 喜欢瓷器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一直树立在我前面的 这个像是侍女像样的雕塑 对对 这件东西呢 是第369号拍品 唐代的三才女泳 女泳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好 就是我们首先说到女泳呢 可能大家比较想到的是 兵马泳这种类似的东西 所以说它其实是 来自我们这个远古藏俗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内容 就是人训 在以前就是我们的 时代没有那么的发达的时候呢 都是用活人来陪葬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并且社会生产的需要 所以说逐渐的就是抛弃了 用活人来殉葬的这种风俗 改而用陶瓷烧制的这种人形的 泳作为一个陪葬品 那我今天带来的呢 就是一件唐三才 那唐三才呢 由于它的这个右色非常的鲜艳 并且造型非常的独特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陶瓷史上 是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的 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件女泳呢 它的头部呢是一个 扎着一个双环望仙级 双环望仙级呢 也是唐代非常流行的一种发式 它是把头发呢 向后梳成两股 变成两股高耸的 环状型的发极 然后我们这件女泳呢 她的身体上呢 是穿着比较宽的这种绣 水绣 然后她的身体下半身呢 是穿着一个拖地的长裙 那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面部还有头部是没有幼的 然后她的身体呢 和她的这个裙子呢 是上面是有深蓝色的幼色 然后她的这个 我刚才说的水绣呢 上面是有琥珀色和绿色的幼色 这也是我们这个唐三才 比较常见的幼色 然后最后说到她这个双手啊 她的双手就是摆在她的腰间 然后上面握有呢 一个比较类似于像打击乐的 这种乐器的感觉 可以说她是在描绘一个 宫廷的侍女在伴奏的一个 的时候的一个神情吧 没错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 看上去非常的端庄典雅的 这样的一个打击乐的侍女图 这个对于她的估价来说是多少 对于这件东西呢 我们给出的估价是 一万到两万这样子 好的 那么今天呢 也是这个Vivian给大家带来了 12月8号拍卖会的五件拍屏 供大家一睹为快 那么现在在我们的大屏幕上呢 已经打出本次拍卖会的 这个预览的时间 以及这个拍卖会的时间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不妨去现场去看一下 好的 那么节目最后 Vivian还是不是有一些 这个一些小贴士要跟大家来说 对 就是我们的拍卖行呢 为了庆祝圣诞和新年 所以在12月17号到1月3号期间呢 是不对外开放的 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藏家 想要让自己的拍品 在明年的1月和2月 能够上拍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机会 在12月17号之前 能够送到我们拍卖行来这样子 好的 那么今天呢 就是我们这个活在五点的 全部的内容了 非常感谢Vivian带来的这五件 非常这个好看 以及欣赏价值非常高的 这五件拍品 好的 我们今天活在五点的 国语嘉宾访谈环节 就是这些内容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价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